专家在四号坑里还发现了一些陶器 专家说陶器容易制作 成本又很低 因此人们不会把它当作传家宝来收藏 不同历史时期的陶器 也就和同时期的人 表现出了高度的同时代性 因此考古学家经常用陶器 来做历史定期的参照物 那么对于历史如此敏感的陶器 表现了三星堆人的哪些偏好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先来看一个造型奇特的陶器 它的学名叫陶三足吹器 下部是三条胖胖的腿 上部的盘面大圈套小圈 看着是不是很像我们现代人吃的火锅 看来四川人对火锅的热爱是有年头了 再来看这件陶器 它叫陶高饼豆 也是三星堆常见的陶器 它身材修长 专家认为它也是装食物的器皿 专家推测 因为夏商周时期还没有桌子 大多数人都是席地而坐 这种高饼豆的高度 坐在地上拿食物正合适 另外 三星堆遗址出土酒具种类繁多 这个就是一套完整的酒具 大的叫陶河 相当于今天的酒壶 它周围的叫平行杯 相当于今天的酒杯 约上三五好友 吃火锅喝小酒 看来三星堆人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从今天四川人的身上 是不是也能够看出 相似的生活态度呢 都比较均一小饼 轻码特别的